一輪白色轎車大喇喇停在桌球教室門口 让要上课的学生们好傻眼 全站在门外进不去 违规停车还嚣张呛瞎 事件发生在花莲光复街 23号下午4点多 一輪白色租赁车违规停在骑楼下 业者先向驾驶表示 车辆会影响学生进出 请驾驶把车移走 没想到驾驶机有人进回呛 一进开罚单要继续停 让业者好无奈 我们来之前他已经停在骑楼的上面 我有跟他劝导 然后他还是坚持要停 就到那边去吃晚餐 更夸张的是驾驶与朋友 知道被开罚单后 人不愿移车 直到拖掉车到场时 才匆忙把车移开 如果民众有发现违规停车 骑楼低的情势 那可以立即拨打110报警 警方会立即到场 并规定举发案 驾驶贪图一时方便 违规停车不仅要吃上罚单 也一扫出游性质 记者刘己焦 红明君 陈嘉伦 花莲采访不到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